你为啥不斗争呢? 斗争?我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 不,我觉得你有啊 你想想,你连死都不怕 你还怕啥呢? 你应该活下来做斗争啊 儿子大了要重亲,女儿大了要出嫁 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好事 可现如今,五花八门越寒越高的彩礼 隐然把结婚变成了高价大拍卖 什么三十六条腿啦,三转一响啦,各种讲究 总归是变着花样的要钱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如果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清国,一个叫清成 如果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清家,一个叫荡产 不得不说,李大陆是幸运的 父母死得早,大陆和弟弟跟大白长大 可兄弟俩十分中气 这几年种果树,成了乡里有名的果树大王 日子过得不赖 月初大白托前二姑说得清 对方也是个名势力的 彩礼只象中性地要了老三样 一个脸盆,一个弹鱼和一个热水壶 瞧,今儿个都给买了,一样不少 可是奇怪,说好了清二姑上午来 这大白不烧饭,怎么连门都给锁了 一问可了不得 隔壁王奶奶说,大白奔梨树沟拉缝纫机去了 大陆纳闷,那头没刷缝纫机啊 王奶奶叹气说,傻小子,赶紧引你大白去 要说,这大陆干活一懂一 可他这脑子,确实愣了点 二路告诉他 昨晚上大白到王奶奶家,又借了三百块钱 大陆够迷糊了 不是说一共只花五六百吗 怎么还借钱 这档件,情而故到了 正赶上王奶奶推脸子磨米 两人见面,两句客套话一说 这不就磨上了 说着聊着就奔他家去了 前后脚的功夫,一个姑娘跟了来 说是还大陆的果树笔记 情二姑仔细一瞧 哟,樱桃沟老田家的闺女 说起来还是她远方侄女 这大热天的 王奶奶意思叫姑娘把本留下 省得再跑一趟 姑娘笑笑说 我还有点问题要当面问 我过几天再来吧 王奶奶满眼欢喜 念叨说 这闺女真好 哪家能娶到她 那可是大福分 刚一转过身 孙女盼盼就疯一样窜出来 王奶奶吓了一机灵 念叨说 哪家能 算了不说了 要说 盼盼这姑娘是有点疯疯癫癫 脾气还不好 两句话不对付就生气 不过老话说得好 鱼找鱼虾找虾 乌龟找王八 盼盼找封丫头 就陪二路找机灵鬼 前几天大陆叫他俩去果园采充栏 二路明知说不去 暗里早就才来故意逗他 二路是有说法的 现如今这彩礼呀 压力山大 他不敢跟姑娘走得近 弄不好 倾家荡产 盼盼笑甩他一连水说 也不都这样 也有那名势力的 二路咳嗽两声 叹气说 我这辈子 弄不好 要打光棍了 话音刚落 王奶奶就奔到跟前 急得不行 你亲二姑懂火了 开始说怪话赶紧去迎人 唉 也就到这会儿 大陆二路这两兄弟才第一次知道 结个婚 多么不易 照往常 大掰这小本本 是断不会给人看的 但今天这缝纫机的账 他得记呀 可缝字不会写 二路趁机拿过来一瞧 这一条条 触目惊心 见面离五十 压箱前二十五 离娘米四十 离娘面四十 离娘肉四十 批林批孔钱 大掰闷了一口烟说 前几年娘俩买那个 批林批孔材料嘛 三十块钱 这还不算完 任门离五十 价定里六十斤米 六十斤面 六十斤油 六斤点心六斤肉 六斤粉丝六斤糖 六条带铃的鱼六瓶酒 还有 棺材钱 大掰一把抢过本本说 姑娘他妈手寡多年 这嫁了女儿 不得把自己后世料理好 但我没给 这年头都火葬 要棺材干什么 没错事 二路伸出打拇指说 大掰 你总算还是抵制了一下 抵这个屁 改了骨灰盒了 三十块 你说啥事 这叫啥事这是 要不说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呢 一要的都是钱 可这名头 各有说辞 叫你摆不脱 退不掉 今儿个钱儿过来干嘛 一呢 当二十凯缝纪落实了没有 这二呢 还要换衣服 上回带去的十套衣服 有一套不满意 姑娘他妈说 现在不时薪的确凉了 她要个利特灵 众人为之一惊 这老娘们够狠的 连拉肚子药都没落下 钱儿姑一听 乐乐差点背过去 什么利特灵 他要特利灵 钱儿姑当场放出话来 这件衣服换了 保证三天以内办喜事 那大陆还有什么说的 赏午饭每吃就本镇上去了 说一瞧 他前脚刚走 后脚轻水就来个怪人 一个老头 骑个毛驴 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 刚开始以为 他是来学习的 附近几个村 学习的人很多 大白早就习以为常 不过他进屋 左看右看 既不找大陆 也不问果树的事 两句话一聊 弄明白了 这是来说没的 老头先问大陆 结婚了没有 一听大陆有人家了 又问二路 汪奶奶说 二路也有了 老头一脸的不情愿 嘴里窝窝什么 这才退出屋去 临了 还没忘把他的几颗驴石蛋捡走 三天后 照秦二姑说的 鞭炮一响 亲家 亲事这就成了 男女老少 全村都来咯 洗的洗宅的宅 煎的煎 煎的炒 男人们忙外套 女人们忙里头 铺床叠被子 剪床花剪喜字 喜气洋洋 喜笑颜开 喜上眉梢 喜不自胜 就在这时 秦二姑急匆匆跑来 一脸的为难 姑娘她妈说 她闺女是双眼皮 得要个小红包 不多 一百块就成 大路气的 把她打花一摘说 临上教了还拿捏斩 这婚 不结也罢 大白劝 之前说好的 要是南方这边退婚 那彩礼就不还了 因为一百块钱 丢掉两三千块 划不来 三人一合计 得 一辈子就一回 这钱给 可没想到啊 秦二姑这 还一事等着呢 姑娘她妈 年轻轻就守寡 这闺女一嫁 家里就空了 姑娘她妈 想要个班 啊 她二姑啊 你给她回个话 看行不行 岁数呢 也不算大 六十二了 她要是愿意啊 安给她倒闸门 一阵轰到 秦二姑缓过劲 告诉大白 人家不要你这个伴 人家叫的是 浓说会唱的 浓吹会响的 收音机 大路腿都软了 别过头去 闷不作声 大白劝 孩子啊 把拜都拜了 就差这一哆嗦 不能退呀 怎么办 钱哪来 三人一合计 家里的兔子 鸡 大鹅 都卖了吧 科研下 卸卖卸卖也来不及啊 汪奶奶干脆叫盼盼 把她哥哥新兴的收音机拿来 一切妥当 迎亲队伍这就出发了 从轻食欲到樱桃沟 走得快不到半个钟头 瞧 转眼这就把新娘子接来了 一路上锁那吹的内叫一个欢 到西乡沟时 遇上一群蓝鹿要堂的 明治要堂 其实就是闹一阵 叫新娘翻跟头 钻骨当什么的 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这时 新娘一个脑子窜出去 从崖边跳了下去 究竟是怎么个事 谁都说不清 大好的日子 差点就出了人命 好在就得及时 姑娘呛了几口水 人也就缓过劲了 现在在村西二嫂家躺着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大鹿为了救他 累得脸都变了色 鹿都走不稳当 可新娘子总要接呀 撂着说不过去 亲二姑思想这么一瞧 得 狸猫换太子 让二鹿带他哥去 盼盼当时就火了 凭什么 这一辈子就一回 凭什么 任他发牢骚吧 亲二姑一等老伴 说着就把二鹿拽走了 而就在这时 樱桃沟 老田家的闺女也到了 不一会儿 村里一船是十船百 只要腿还能动的 都围上来看 而也就到这时 新娘子才终于肯开口 说出她心里的苦 她有个青梅猪马 从小一块长大 一起上小学 一起上中学 中学毕业后 一起回来老邓 感情一直很好 就因为她家里穷 妈妈是死也不同意 这么亲事 姑娘什么话 都跟她说到了 把嗓子都哭哑了 可是还是落到今天这步 抹了抹眼泪 姑娘告诉二鹿 你们不该救我 我能活过今天 也活不过明天 你为啥不斗争呢 斗争 我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 不 我觉得你有啊 你想想 你连死都不怕 你还怕啥呢 你应该活下来做斗争啊 我看 作为一个新社会的青年 应该是坚持真理 再说 有婚姻法给咱撑腰 有党和政府给咱做主 你怕啥 被二鹿这一说 姑娘眼镜里 煞时射出两道金光 对啊 死都肯 还有什么做不到 姑娘决定了 她要退婚 话言未落 大陆一头扎进屋 很是动情地说 我同意 我宁愿在钱上受点损失 也不能破坏你们的幸福 那姑娘也是个明白人 当即说 退婚是我提出的 你们这样对我 我不能让你们受损失 话虽如此 可这姑娘不当家呀 二鹿临机一动 马上找村长写一张条子 另外 叫这姑娘 还有秦二姑 都按上手印 白纸黑字做不了假 还有村长当众名人 他妈的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反悔 就这样 大陆的亲事 很顺利地 稳稳当当地 吹了 生下里压这仨爷们 那是大眼动小眼 小眼瞪大眼 你说巧不巧 就在大家伙哀声叹气 差点就煞血为萌 要一辈子打光棍的时候 樱桃沟田家那姑娘来了 这一呢 还笔记本 二呢 也为樱桃沟的果树林 他按照笔记本上的办法制成 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这万一过几天还不行 他可能得麻烦大陆 亲自去指导指导 过几天 请你到我们村果园 帮忙治治虫子 你说行吗 行 行 行啊 那到时候我来接你 说定了 定了 定了 果然 三天后上午 大家伙正在果园打农药 那姑娘来了 好厉害 开拖拉机来 大陆就这会儿才知道 姑娘叫铁鹰 铁铁铁铁铁铁铁银 大陆跟二陆说 他可能得几天才回来 二陆和盼盼直乐 一口同声地说 你不回来都行 说着这就进樱桃沟果园了 打药除虫不说 还顺带着 帮忙培训培训樱桃沟的年轻人 怎么嫁接 怎么减肢 怎么追肥 不知不觉 一个星期过去了 李大陆的名气 在樱桃沟传开 关于他 每家每户晚上 都要老上两句 当然 铁鹰家更不会例外 铁鹰他爸 对 就当初那齐铁老头 他已经有了完整计划 他实地考察过的 亲食欲就大陆家最富 现如今跟铁鹰打得火热 两人几乎是板上钉钉 到时候 他要采离 只要把原本该要的 全都要一份 哎 儿子的采离 不就一道解决了 说不定 还能捞个几百块 说曹操曹操到 国外忙的差不多了 大陆今晚就要走 铁鹰好说 带说 留他坐一会儿 不说吃饭吧 喝口水也是好的 老两口一看是大陆 眼睛都直了 上下打量 左右打量 左右打量 上下打量 口水流出来 有资料回去 先喝口酒 不会不会 那就 扯眼 不会不会 爷爷 去茶 不会不会 不渴 不渴 大陆同志同样 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 嘴上说不渴 捧着碗就喝 摆开水 都给他喝出甜味 你说奇怪 这水 它怎么就这么甜 真是比蜜桃还甜 气氛到了 老两口人都不必 当着田园的面就说 明儿个找钱二姑去 谁都知道 找钱二姑意味着什么 按条件说 这采离是要的多一些 不是一些 是多了很多 但是老头又在强调 那得看跟谁比 跟普通人家比 那是多 可田园多优秀 人好 脾气好 文化也高 配大陆戳戳有余 再说了 他俩早就好上了 能舍不得那点钱 秦二姑心里直犯嘀咕 停了片刻说 要不试试 说着这就来了 可是 你这翻了背的彩礼 任谁都轻易点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惊声 大白现在一听彩礼都哆嗦 今儿个要这个 明儿个要那个 林上教再要个双眼皮钱 再要个浓说会唱的 浓拉会吹的收音机 邪乎 一家别一家邪乎 要说也是赶巧 这秦二姑从清水出来的时候 碰见后街黑带她老了 她给提了个好人家 吴里坡的 在区富士店上班 叫货宝生 哎呀 那是人有人各有各 据她妈说 每个月进向好几十块 不单钱 隔三差五的 还给家里收点新鲜货 处理点心啦 处理罐头啦 至于彩礼 那够没说的 她妈说了 儿子也不小了 只要公量好 那是要啥给啥 老头眼睛都亮了 当场拍板 彭见面了 就这么定了 可想而知 大陆再来 她是什么脸色 一句话 我们家铁音 有主了 你要是问 铁音不愿意怎么办 非大陆不要怎么办 好办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嘛 该不知道呢 李大陆 另有对象了 瞎说 我骗你干啥 是清水战的姑娘 赵无凤兰 都去相亲了 不用说 这边也是 前二国帮忙介绍的 和上朗家不同 这家姑娘大方 人自己就能做主 这不 到家里里里外外 这么一通桥 姑娘说 她不要彩礼 过门前 要个三百块 见面礼就成 大白把三百块 塞给大陆说 只要你一点头 我明天就把婚事办了 大陆没有心思看 但又不想伤了 大白的心 于是 只好硬着头皮进屋来 可是 这终归心里别扭 头也不想转 手也不想伸 嘴都不想张 最后呢 三百块钱 还是借大白的手 送了出去 这一地一接 就表示 亲屎敲定了 大白乐得 忙跑出去割肉 顺带把厨子 刷纳队 全排上 吴凤兰眼瞅着 大白走远 笑眯眯地 凑到二路身边说 大路 我已经帮咱俩计划好了 二路一漏 你计划好什么 吴凤兰笑 叫你弟弟给你大白立个字句 这房子归咱 他俩睡小屋 还有 这些个老调员的家具 全容调 换上全新的大立柜 小立柜 再摆个沙发 另外 这炕也拆了 换成前后包厢的双人床 二路直乐 你这主意不错 还想干嘛 吴凤兰眼睛一转说 暂时就这些 以后的 以后再说 要是手头不够 先借点 反正以后 叫你弟弟你大掰 分摊着慢慢还呗 大路二路兄弟 简直废都气炸了 这哪是相亲 哪是结婚 这是做慈善嘛 咪咪可以直接抢的 还送个大活人 闹了一通 吴凤兰夺闷耳出 好巧不巧 正好撞上心心 呀 吴凤兰 还真是你呀 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 呸 见你的鬼 你 闺女 咋的了这是 哎呀 他们 他们欺负人呐 闺女 大掰脸都白了 变得猪水猪肉都白 三百块钱 就这么飞了 欣欣催了口痛的说 那娘们 看我的 三两句话的功夫 欣欣追上吴凤兰 好话说尽 最后还是 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抢了回来 没法子 对付流氓 最有用的办法就是 比流氓更流氓 到这会儿 大路算是心凉了 大掰也哀声叹气 晚饭都没吃 人家说 病急乱投医 他这就是病急乱投医 大路劝 你以后甭操心了 一切看缘分吧 大掰叹气说 你爹妈把你俩交给我 我没照顾好 将来死了 怎么见他们 没脸见哦 大路心里很不适滋味 将被子拉到头顶 再不说一句话了 第二天天一亮就直奔过园 干活 一干活就什么都忘了 到时二路 他对这位吴凤兰颇有兴趣 更好奇心心跟他俩 究竟怎么个事 心心一说这事就来气 去年到县里考本公团认识的 接触的多了就产生了感情 可当心心提出要结婚的时候 那吴凤兰说什么 好家伙 那几句话记下来 能写进书里 当名人名言 我要是嫁给干部 分文不取 我要是嫁给工人 能少则少 我要是嫁给农民 顶天了要 二路小 问你要多少 三百 心心眼睛瞪着老大 三百 他问我要两千 还说什么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心心接着叹气说 咱这穷地方都得德行 看千不看人 话音未落 一位不速之客 打破了果然的宁静 田鹅在家里想了很久 最后决定还是亲自来 别总拖这个拖那个 搞来搞去 还是封建那套 现在都新时代了 青年人应当独立自主些 他的意思很明确 家里的相亲一个也不看 他心里有人了 大陆本来还笑嘻嘻的 听到这儿 一脸都苦笑 那眼泪都掉下来 潘潘从树后钻出来说 连地上的草 树上的桃都猜出来了 被人还漏呢 要说 这新青年想上位 旧时代的老人们 怎么肯轻易放下手里的棒子 田鹅他爹起那头小毛驴 一路杀到大陆家门口 怎么难听怎么骂 怎么解气怎么骂 还说 说大陆品行低劣 勾引他家女儿 大白倒是有心还嘴 不过他忍住了 他现在对大陆的婚事 那是一百个小心 倒是铁银爹 普通农村老头一个 在外头屁大点的权利都没有 现如今能决定儿女婚事 手里的那点权利 还不是想怎么使就怎么使 好说不行就逮说 逮说还不行 那就来硬的 不是倦吗 锁起来好好反省 什么时候认错 什么时候开门 铁银被锁的消息 很快传到青石屿 青年们当时就炸了 什么年月了还来这一套 这叫非法拘禁 是犯罪 于其是说着就掀起来了 有人说去公安局报案 有人说直接到铁人家救人 这时大白迎头赶上 他就一句话 姑娘有的是 莫要冲动犯魂 大陆牙咬的咯蹦响 拳头握的铁一样硬 他不能袖手旁观 他必须做点什么 三位特殊客人 就是这档件到的 来得很及时 一位还真不知道 怎么称呼妥当 旁边这位呢 以前是他的青梅竹马 现在已经是他的丈夫了 叫张春华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后头这位 张春华的老同学 在屈服饰店上班的 货宝生同志 没错 就是要和铁银相亲的 那个货宝生 说起来 这件事从头到尾 他都不知道 都是他妈张罗的 要不是听张春华说 他还蒙在鼓里 这老话说得好啊 滴水之恩 当泳泉相报 老同学前些日子 受大陆的恩 今儿个 他说什么 也不能袖手旁观 我这儿有个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啊 你可以说说吧 我就是来和你们商量商量 好啊 是这样的 过两天的 不是感激吗 隔天逢急 霍宝生借秦二国座中间人 亲自东门拜访 见面没别的 表现的就是一个乖巧 听爹妈 简直不知道怎么欢迎了 嘴里的耳朵根 让喝酒让抽烟 真是差点都要管他叫爹 七七八八拉扎聊了会儿 等到屋里的锁开了 霍宝生马上将话头 插到铁银身上 要跟铁银单独谈谈 怪怪 进屋还不到三分钟 两个人就有说有笑 等到屋里的门一开 更不得了 两人决定现在就去冬季 老头是又惊又喜 唰了一下抽出纸条说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才理 霍宝生连连点头 是是是 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嘛 老头乐的 他吃亏就吃亏在 没有人话 但凡能多看一眼 哪怕不认识货宝生迁的 白纸黑字四个字 也知道那是四个字嘛 就这么着 俩人骑车先走 老头骑律后跟着 等他那头小猫驴 叼叼到了 人铁银跟大陆 横板都领完了 新时代不准重金 更不准空蒙拐骗 这不 大掰摆好了韭菜等着 这第一杯是定清酒 进田银 这第二杯也是定清酒 进大陆 这第三杯定清酒 眼看叫下肚 老头不淡定了 在民众局门口就大大出手 撒气归撒气 事是一点没改变 婚姻法写得清清楚楚 婚姻自主 这要是再敢掺货 再弄什么彩礼 观人 那可就真的犯法 要蹲大牢的 老年人的棒子放下了 准确地说 不是放下了 而是被缴陷了 他脑啊气啊 心里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可眼下 就只有摆烂着一条路可走 女儿道歉 他没眼看 女婿上门 他没眼看 还有货宝生的小子 他更是避之不及 一直到听说 儿子自己谈了对象 那姑娘 人不要什么彩礼的 老头蹭地立即伸来 将那张彩礼金带撕得粉碎 嘴里还念念有词 封建思想 害死人啊 老哥 你也来了 跟你喝这第三杯定情酒来了 喝 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回到相亲现场 我说你还有几个人 你还迷着给你男人 什么 后会两回都差不多 都一样了 就是吧 后会也不多 哦 反正也得炸了 要不 要得炸 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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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你哪 还有男人 偷回你 偷回你 还迷着给你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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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好 你是男人 我好 你还迷着给你男人 你还迷着给你男人 啊 啊